人间五欲六成与人体的五脏六腑有关系吗 他说例如人受到五欲的污染会对应身体的五脏六成影响人体的六腑 会 你刚火旺的人容易吵架 怎么会没有影响 对不对 还是有对应 五脏六腑你要是调节的不好你就出毛病了 你比方说心脏调节的不好你很容易怎么样 对不对 你心不好的话你欲望太强你就会出事 明白 他好像意思是说五欲是不是对应五脏六成对于六腑 好像他这个问题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是 这个不是 是你在编的 有这个五欲 肝对什么 那个心对什么 肝心脾肺肾肾 对不对 这个五脏 听得懂吗 这个五脏任何一脏不好都会造成你的欲望 明白了吗 相互影响的 对啊 你的六腑也是的 你的胆啊 小肠啊 胃啊 大肠啊 膀胱啊 膳胶啊 它这些都会受到你的这个经期神的影响 你这些不好了 你五脏六腑不舒服了 你说的话 你的骨头就会不好 你的肠胃就难过 你的肺不好就心就不好了呀 那心不舒服的话 你的肝就不好了 肝育了 你的肾脏就皮虚了 你的皮就虚了 你的肾脏就缺少了 我们说缺少那种内部的这个消化了 然后排泄了 因为肝脏不是小毒的吗 就是排毒的吗 明白了吗 好的 感恩师父自备开始